在這個單元裡面呢 我們要來學習所有的變化半音 那請各位可以打開執法表 在執法表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C大調的每一個音之外呢 它的臨時升降每一個音的執法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那個 升C的這個音 升C的這個音呢 它有兩種執法的可能性 那升RE也就是降MI這個音呢 有三種執法可能性 其他的話呢 基本上都有建議的執法在上面 那執法表是這樣子看的 白色的孔的部分 是我們不蓋孔的部分 黑色的音孔部分 是我們要蓋孔的部分 因此呢 同學可以看著執法表 就黑色要蓋孔的部分呢 可以試著按按看 按好執法之後呢 一個一個 嘗試的去吹出來 升TO 升RE 升發 升SO 還有升拉 這幾個音 可以去試試看 我們講到升TO呢 它會有兩種執法的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 就是我們按著RE 然後呢 右手的小指頭 這個音孔我們蓋半孔 它就會出現升TO的音 那蓋半孔的執法呢 一向需要多多的練習 因此這個執法需要同學呢 多多的練手之後呢 長期的去練習 你自然可以掌握得非常好 接下來呢 是升RE的執法 升RE執法一樣 我們用MI 隔壁的音孔呢 我們蓋半音的方式 這個是MI 這樣子呢 升RE就演奏出來了 接下來是升發的執法 我們用SO的執法 其實呢 加上右手的無名指 就可以演奏出來 這個是SO 然後升發 這樣子很輕鬆 升發非常的簡單 升SO執法呢 也很簡單 我們用LA的執法 一樣加上右手的無名指 好 聽聽看LA 加上無名指 這個就是升SO的執法 下一個是升LA的執法 升LA也就是降C 我們用C 還原C的執法 一樣 加上右手的無名指 這個是還原C 加上無名指之後 所以 升DO的執法呢 有的時候 因為陶笛 因為畢竟 它是手工製造的樂器 有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用高音的RA 去按無名指 這個是各位 課本上面的執法表 有的時候呢 我們因為笛子的不同 需要按實指 那我們現在來聽聽看 老師手上這把樂器的音準 我現在先按RA 然後演奏出升DO 現在我換實指 所以以我手上的樂器來講呢 我必須要更換指法 我用的指法是 左手的第五指小指 右手的大拇指 還有實指 那也許有些陶笛呢 它是用第四指無名指 那基本上各位先以課本上面的指法為主去練習 除非說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手指運用的時候呢 其實你們可以略為更換你們的指法 這個都是可行的 最後一個是升RA的指法 升RA的指法一樣 我們用剛剛之前的每一個音的邏輯 我們都是高半音之後呢 然後加上右手的五名指 這個是MI 加上五名指之後 這樣子就很輕鬆的可以演奏出高音的升RA 也就是加密的指法 練習過了剛剛以上每一個變化半音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挑選一首很精彩的曲子 來實踐這一些變化半音 它的每一個音都需要好好的去練習 我們挑選的曲目是由美國的作曲家 叫做亨利·麥希尼 他所寫的粉紅爆卡通配樂 那我們接下來就一句一句的來看這些變化半音 第一個我用升RA跟MI 第二個我用升FA跟SO 然後呢 反覆 然後呢 再一次 前面就是這樣子 讓我再演奏一次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指法究竟是怎麼運用的 這裡面包含了很多個臨時半音 第二句 到這裡 接下來我繼續演奏 最後面他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相當困難的地方 就是你突然間有一個高音MI 因此你的右手一定要好好的勾住陶笛 演奏好這個MI 然後MI-RE-SHI-LA-SO-MI 像C呢 按好右手的無名字 然後呢 你終於可以安穩的結束 OPS 成功 演唱